这一节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 12号晚上到22点50分许 当地消防部门接到了警报说 天津滨海新区港务集团 瑞海物流微化品堆墮发生了火灾 当天晚上大约23点30分左右 火灾现场发生了爆炸 根据前方救援现场指挥部的消息 截至到昨天晚上的9点 这一次爆炸事故已经造成了50人遇难 其中消防人员达到17人 助援治疗701人 另外根据天津港集团公司的报告 目前仍然是有数十人没有办法取得联系 正在积极的搜救当中